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伯恩機 一樣講述說理財的契機 我是Linda 好 觀眾朋友們 萬眾矚目的iPhone14呢 將在9月7號正式亮相 那麼預估呢 這個銷售量有可能高達9000萬隻喔 所以台廠供應鏈呢 將會迎來訂單的利多 但是蘋果股這麼多 哪一檔最甜呢 好 今天首先來歡迎陳建雄老師 老師好 Linda以及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好 老師我們知道喔 這個股神巴菲特呢 在第二季喔 買下蘋果高達400萬的股份喔 那麼蘋果呢 這個iPhone14即將亮相喔 那麼請問蘋概股哪一檔最甜呢 還有其實蘋概也漲了一波了 請問他還有機會再繼續漲嗎 好 我想蘋概股呢 市場上對他的 非常的注意這個焦點喔 那麼大家也對他有蠻多的期待 那我認為這邊還是有機會的 是 好 那麼蘋概誰最甜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 蘋果iPhone14呢 9月7號正式亮相 請問他引人注目的焦點在哪裡呢 好 基本上呢 蘋果呢 這一次推出新機喔 大家會非常關注 其實焦點有兩個 嗯哼 那第一個呢就是所謂的 這個畫素呢 往上面做提升 是 那第二個就是明年 他要推出AR跟VR的頭盔 這一部分來講的話呢 市場上期待非常的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呢 他從2025年到2026年 他要推出第二代產品 那麼第一代基本上 大家就試驗型的啦 所以第一代可能沒什麼賺錢 但第二代之後呢 因為試驗完以後 第二代大家會認為說 應該就開始有獲利了 那麼當然股價就是 就是建構在一個夢想上面 所以我認為像 AR VR這一部分的題材呢 應該會在市場上持續發酵 那剛才我們講過說 目前市場上呢 這蘋果呢 這個焦點在一個畫素的提升 第二個AR跟VR之後呢 那我們知道目前這個 這個所謂的光學鏡頭呢 是最有焦點的 在這部分他集合這兩個焦點 的集合 所以這部分可能會最強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市場上很關注說 這一次他銷售的狀況 那市場上大概是 預估大概9000萬隻啦 但是因為目前有通貨膨脹的關係 但是其實 它屬於高階的產品 所以他也比較不怕說這個 所謂的這個 可能價錢價格是比較高的情況 甚至反而呢 還能夠往上面漲 所以這部分可能市場上呢 都有一個默切的關係 是好老師 那瓶蓋果其實呢 包含的種類相當的多 有哪些我們可以值得留意的 好這裡面呢 我覺得最重要 可能要注意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光學元件 鏡頭部分的這一部分 像大力光 大力光的話 來講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強 因為大力光它有 ANGEL系統裡面 ANGEL系統的手機呢 就賣得比較不好 是 所以它可能 蘋果賣得不錯 但是ANGEL手機賣得不好 所以它可能會打平 或是甚至是 有一點衰退 那目前來講 玉金光呢 包括陽明光 還有仙鏡光等等 會比較強勢 那IC設計的話 要注意到聯發科 不過聯發科也是ANGEL系統裡面也有 所以它也會受到這個 ANGEL系統的手機賣得不是很理想的情況下 它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可能會被打平它的一個 立基點 那再來就是看組裝的 組裝23AC的鴻海呢 那這部分來講 它會應該會比較強 那另外就是 零化 零化音呢 雷晶片的 像這個聯亞 聯亞的話 目前股價呢 它這一波漲幅比較大 那目前屬於高市在整理 我想它已經先漲一波上去了 可能短線上會做震盪 但是呢 應該還是有 還是有立基點在後面 所以這一檔 我也要特別留意 另外IC宅板 還有印刷電路板呢 可能它的毛利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股價可能 沒有那麼大幅度的上工 不過這些都可以留意說 應該它短線上 應該還是有機會往上面漲的 是的 好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比較值得留意的 有這幾檔 那我們直接來看它的線圖 好老師 那像是這個3504的陽明光 你覺得它後續還有漲勢嗎 好 陽明光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一波呢 它股價呢 是形成一個高姿態的整理 這個還沒有 它這個不算一個頭部型態 因為它這一次拉回的過程 它並沒有跌破這個前波低點 所以這裡看起來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高姿態的整理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往上來做突破 它只有可能會創這個新高 好 那創新高完又 它就是這個整理 中繼整理結束以後 再攻一波上去 是 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從來也相當乾淨 它融券也是居高不下 那個券支比可能高達50%左右 是 像這種各伍呢 第一個它股價呢 其能高在整理 那第二個呢 它也有融券居高不下的 這個所謂題材的利基點 那再加上呢 蘋果要發新機 對鏡頭相關的類股呢 是比較大的利多 所以像這種各伍 我認為它往上創新高之後 再往上做突破 往上漲的機率非常的大 是 好 這是陽明光的部分 那請問玉金光呢 那玉金光來講的話呢 它這兩個伍 就算是一個比較相對低檔 去做震盪 那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前波這個地方 它這裡有一個 爆大量的一個高點 技術面的一個反壓 那包括像這裡也是一個 爆大量的高點 所以它可能短線上來講的話 它也是有利基點的 因為它不只是做蘋果這一塊 它還有接所謂的Meta 臉書的鏡頭 對 元宇宙的 臉書的 包括像是呢 這個Sony的 它都有接到這個訂單 所以它基本上 它算是一個比較 有利基點的股票 只是說它技術面來講 可能這兩個高點 還是要克服一下 它必須突破這兩個高點 那麼它才會再走一波上去 那短線上可能會在那邊做震盪 但是因為呢 目前融券也是開始慢慢的增加上去 所以籌碼也是有利於它的 所以像玉京光 我認為它也是有上漲一波的一個條件 好 老師 那這個看到了 這個股王大力光 好 大力光呢 你剛說有Android系統的這個支援嘛 好 那所以呢 它的股價表現是不是就會比較弱 對 所以在光學類股來講 大力光呢 基本上大家也是把它設定 它是一個蘋果概念股 但是問題它不只做蘋果 它還有做Android系統的 那Android系統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 Android系統最近這個手機 大家都擔心說 手機的庫存過高 因為小米 OPPO之類的 對 它們的那個 消費力道減弱了 所以目前來看呢 像光學類股 大力光它的股價就會 比較沒有那麼強勢 那我們看到技術面 因為它這次有回射到季線 那季線 基本上是一個資深 它也沒有跌破 它回到季線 基本上它就開始做反彈 但是呢 它這裡呢 這個頭部形態這個地方 慢慢的前波高點 這個地方 2140塊這個地方 這個壓力可能比較大一點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反彈 跟著反彈上去 可能這個地方就有出現壓力了 它必須要正式的突破 這個前波高點 過了這個前波高點 它才會再光一波 否則的話可能近期呢 它應該會在這個地方 這個前波高點2140 跟這個低點這個地方 做個區間做個震盪動作 然後等到這個手機的庫存 告一個段落之後 那它才會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漲幅 是好 這個是光學果的部分 老師那我們看組裝一個鴻海 那麼鴻海現在又有電動車的題材 那請問它在蘋果組裝廠 它的這個占比 或者是它的分量還是很大嗎 對 所以鴻海來講的話 它這一次就是先漲一波上去了 那麼漲上去完以後 它目前是拉回 是亮縮的 所以我認為像這種個股 基本上它技術面還屬於多頭形態 因為它是一跌比一跌還要來高 所以基本上它這個底沒有破的話 它基本上它還會來 往上挑戰這個前波高點 它這裡會拉回 是因為這邊有一個前波高點 在116塊附近 所以這個高點呢 它技術面先做個修正 那麼修正到這個前波低點之後呢 它有開始慢慢出現指紋的情況 所以只要這個低點它沒有跌破 它未來還會再挑戰一次這個高點 甚至突破這個高點 所以我認為這檔個股呢 在蘋果組裝場面 它也是相對穩健的一檔股票 是好 那老師我們再看到這個PCB大廠 真頂KY 它現在也算是高檔震盪嗎 對 那麼它也算是高檔震盪 因為它業績目前來看起來 表現得算不錯 那麼也是一樣 它在高檔震盪的過程裡面呢 它也沒有跌破到這個低點區 所以說這裡算是一個高姿態整理 那這裡呢 為什麼會順序拉回 也是一樣 它也是回到了這個前波的高點 這個技術面的反壓 壓力 因為震盪的量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邊的籌碼呢 基本上需要經過消化 那麼消化完以後呢 它目前拉回過程 其實就在消化這個籌碼 那拉回過程沒有破這個低點嘛 所以這個低點我們還是強調 這個低點如果沒有破的話 基本上它應該還會再往上 再來挑戰一次高點 甚至突破這個高點 所以像這種個股我也認為說 籌碼也是相對的穩定 相對的安定 那麼它也是有機會往上面漲的 所以它融券增多也是有軋空的機會嗎 那融券來講它有增多 但是它融券大概目前就三四百張而已 所以雖然有增多 但是量並不是很多 所以它可能軋空力道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它的技術面還算是相對強勢的 好老師那請問喔 這個一樣是PCB2313的滑通呢怎麼看 滑通來講的話呢 這一波來講它就是有在創新高 那創新高之後呢 那麼融券融資開始暴增起來 所以它股價又開始震盪了 那滑通這檔個股其實我們知道 它的股性呢就是屬於比較說 比較溫吞一點的啦 因為它每次只要稍微創一下新高 它到全部高點創新高以後 它拉回嘛 那拉回它這個底部它拉回 第二次沒有破就再創新高 那創新高又拉回 所以這次創新高完以後呢 可能呢它這個地方也曾經有拉回過 但是它又創新高上去 所以它的股價是屬於創新高拉回 創新高拉回 它每次都這樣走 所以我認為像這種個股呢 基本上因為呢它大概今年可以 EPS大概可以賺到5塊錢 甚至有人預估到6塊錢 是 它本業算賺得不錯 但是呢它的股性就比較弱一點 就比較沒有那麼強勢 所以我像這種個股 我認為可以低接啦 但是不要追 只要創新高上去就不要追 那拉回低接 基本上拉回到前波低點附近 可以來做低接動作 好 那再來軟板場喔 加聯益呢 它的表現是不是比滑通亞來得好 對 加聯益的股性就比較好一點 那麼它的股價還是已經維持 10個平台整理區一段時間了 而且呢它已經創新高 而且它還突破這個前波高點喔 所以這個前波高點這個支撐 它已經變成本來是個壓力區 但是它現在已經變成支撐點了 是 所以像這個支撐點沒有破壞 它是屬於震盪持續往上的股票 像這種個股我認為也是 應該波段還沒有漲完 好 那最後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光通訊大廠3081的聯亞 聯亞 聯亞漲勢也蠻穩健的喔 請問它還有續牆的爆發力嗎 聯亞來講的話呢 它提供的是一個零化音雷晶片 那你看它的股價已經先漲一波上去 從95塊錢漲到180塊錢 這個地方將近快漲了一倍了 那股價呢 進行一個高篩整理 但這個整理的過程裡面 你也發現到 它持續守穩在低點上面 所以像這種個我們只能說 它短線上漲多了 它可能短線上它要拉回做整理 因為漲幅蠻大的一起 尤其又到了前波這個套牢區的附近 所以我認為它可能會做整理 但是整理的過程裡面 它只要拉回 守住這個低點支撐點沒有破 它還是會再持續往上漲 因為它的趨勢就是底部墊高 慢慢的往上漲的格局 像這種個股我認為 後市應該都還會有高點 好 非常謝謝老師精彩的解析 好 觀眾朋友們呢 今天老師跟我們聊這個主題 是iPhone新機的9月7號 這個下禮拜就要正式上線了 好 那麼台產迎來利多 蘋果概念股誰最甜 那剛剛老師其實都有分析 包括了漲了一波 有哪些有機會續牆 但是呢 如果你還是有其他問題 記得掃一下老師的LIOT 老師LIOT是想要數WO888 那麼最後呢 喜歡我節目內容朋友 歡迎在臉書還有YouTube下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下次見了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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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